VB Radio 真相发挖 以下节目 所有内容纯属主持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你确定你对手上的圣经 撩如指掌 你确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识 真是神的演绎 当你指扎人家是异端的时候 你自己又有没有曲解圣经 孝天读 宗教研究学家 带你从新的角度了解宗教 圣经研究 明珠台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理由相信主耶稣基督 是有野心想参与 未来的小圈子特首选举 如果不是,就不可能会整天抱头 好像梁振英那样 不关他事,他也扭过头来说话 早几个礼拜我已经说过 耶稣基督在椅子上显灵 最后那张椅子就想在eBay上卖 卖2万5元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最后就没人买了 最近这一两天,又有另一宗 据说,在美国有对夫妇 他们就去Walmart 即是Walmart,即是在香港的线市 即是百货公司,不过是在美国 他们在Walmart买了一些东西 有张单 后来那张单在地上隔了一段时间 就焦了一点点 而他焦的样子就焦了面 到好像耶稣那样的样子 我有一张相片可以给大家看 已经上了电视了 据说,这就是耶稣的样子 这里有另外一张 这两夫妇说,就是耶稣的肖像 他就在Walmart的这张单上显灵 不如我们听听他们怎样说 神是真的 张亦越体越像耶稣 真的像个饼印那样 要搞到张亦这样 一定要兴趣才会这样 但我们只是丢他在地上 怎会搞成这样 我们看到这样的仪像 是真是神的恩典 开了我们的目光 让我们和全世界分享这麽大的恩典 如果这个图案 真是耶稣显灵的话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因为你看看这张单 他不是顺着这张单来显灵 而是调转来显灵 你看看上面Walmart的字是调转的 大家也知道 所以如果真是耶稣显灵的话 我有理由相信上帝就是想向当代的基督教会 显示一个真理 就是基督徒应该反Walmart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不过当然最大问题就是 他不是很肯定上面这个样子 到底是不是 耶稣 例如我刚才搜索一下 看了几张拉登的照片 也有几分似的 他又刚刚过世 会不会是显灵呢 也可能的 但据那两夫妇说 是不可能的 这个必然就是耶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说他们的购买已经一轮了 这张单已经放在家里一排 不过有一天他们回主日崇拜 就听到唐道 就说耶稣基督 他是跟人很亲近 就是无时无刻向人类说话 当他听完这堂道回到家里的时候 他就看到这张单 所以他们非常相信 这个必然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子 我是很体贴 我的观众 所以我给大家几秒时间 发泄一下 耻笑一下 几秒 几秒 不过我们笑还笑 都是善意地笑 起码我自己是 但有一件事我需要说 我真的非常欣赏他们 我不是说反话 是真的欣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夫妇 虽然我觉得他们信的事是很无稽 但我觉得他们起码信 都是有诚意的 因为好像那个男的那样说 他就打算把那张单 拿去做化验 因为他相信上面的痕迹 那些痕迹 那些痕迹 那些东西 不是自然产生的 是真的是神迹 他想证实他的相信是真的 不像某个我们相当熟悉的机构 声称发现了什么 奉献收到足 电影也拍了几套 然后你问他在哪里发现 他就不肯跟你说 他就说一句他说 他就不知道拿去哪里做过C-14的研究 但如果你问他拿报告来看 我又不知道你怎么样 我又没有看过 你有没有看过 我找到他的网站也不见有的 我不是说他骗人 但是你放上网站也行吧 有些东西 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 不单单一个报告 例如如果你说 可不可以弄多一块木 拿去其他地方 再检查一下也行吧 他又说不准 那算什么呢 你确定你对手上的圣经 撩如指掌 你确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识 真是神的演绎 当你指责人家是异端的时候 你自己又有没有曲解圣经 孝天作 宗教研究学家 带你从新的角度了解宗教 圣经研究明珠台 优优独播 真相反观